公基金会员今年第四季的特别保健储蓄和退休户头利率将调高0.6%到4.14% 普通户头的利率则维持在2.5% 公基金局和建屋发展局今早发表联合文告指出 今年10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 特别保健储蓄和退休户头4%的保底利率将延长一年直到明年底 以确保公基金会员的储蓄回报在利率波动的环境中获得保障 文告也指出今年第四季的普通户头利率将维持在2.5% 而同期的建屋局优惠房贷利率也继续保持在2.6% 为了提高公基金会员的退休储蓄 55岁以下会员的首6万元存款将享有额外1%的利率 55岁及以上会员首3万元存款可获得额外2%的利率 接下来3万元存款则享有额外1%的利率 感谢您的观看